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首先就是要寫棄一些你曾经得到的东西 但也有可能是你寫棄一些东西 从而得到另一些东西 对我来说 因为我在台湾生活了一段时间 然后决定回来香港住这件事 让我经历了很大的断捨离 你明白什么是放手 你可能不是拥有的 你不可能再拥有 但你的心态是怎样呢 你应该继续强求 或者是想清楚 我们可能放手对大家都好些 好像今天拍这首歌也是有这样的感觉 大家 譬如我和Sixi的关系 就是可能是一个 曾经大家都很心爱的对方 但去到一个尽头 可能的timing不正 所以大家去走一步 我们选择放手 可能以后的timing会很好 但不代表现在分手 就以后见不回面 可能timing不好 我最深刻去放下的一件事 可能是 曾经有一个感情很好的exe 以前的女朋友 可能我们有太多物品 太多物品 有些可能是留在家里 但我们都知道 可能是 我们都应该没有机会 再一起回去 所以 有时我都经常看着 一些东西 有一个怀面的感觉 但始终人家都要 move on 你都想人家更加好 你都想他 可能他将来都会更加好 不要只想着以前 可能是 以前可能是 是的 都要有下一个感情 那我 我就将 他留在那些东西 就是 就是 丢了 就是这样